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哈囉大家好啊我是蘇生 大家應該也看到我的片頭換了吧 之前就有蠻多人在底下評論 有評論到我的片頭怎麼變了 因為呢我自己啦 不太喜歡之前的片頭的 雖然我知道很多人 就是還很懷念之前的片頭啦 但是我是非常不喜歡的 因為那時候剛開始做頻道的時候 也沒有那麼成熟 然後就想說要有一個很自己的風格 而且那時候我們拍片頭的時候 是在非常臨時的情況下 廢話不多講之前的片頭 因為我自己也是不明白為什麼 還是會有人懷念之前的片頭 我自己超級無敵喜歡現在的片頭的 現在的片頭裡面有長一些些的東西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發現 因為我看沒有什麼人討論 我有點難過 所以呢不得你們討論了 我要自己來跟大家講一下 我的片頭有什麼樣的故事 首先你們會看到這張照片 沒錯大家是不是很想要知道 這個作畫人是誰 我告訴你們 當初我一看到他的時候 是在LINE的sticker看到他的 然後我就想說 OMG就是他想辦法 就要找這個畫家 因為這個風格就是TOTALLY ME 那時候我看到他的時候我很激動 我就是叫佩玉幫我一下 這畫家是誰我要找到他 我想要他幫我畫片頭 那時候我真的找蠻久的 然後最後是佩玉幫我找到了 就是 冒人日常 我就找了他幫我畫這一系列的東西 我真的很喜歡他的作畫風格 我就是要這麼醜萌醜萌的 雖然形象跟我有點不符 就是他偏胖 偏大size一點 但不管就是這個很我 我太喜歡了 我很喜歡這種就是 我一看他的時候很開心 很想笑的 然後跟他談的時候 我就跟他講說 我要把我所有頻道的系列 全部集合在一起 還要加一個最大的元素 大家應該也有發現 就是最後的恐龍喵喵叫 那時候我就跟他講 我要包談這些元素 他就把這些東西都創作來給我 然後先跟大家介紹第一個 這個東西 他就是在代表著我的Susan Diary 就是平時我在拍影片的這樣的風格 第二個就是這個 這個就是玩遊戲的時候用的 它其實就是我一起play的logo 為什麼會叫一起play 可能有些人不太懂 play這個詞比較台灣一點 就是play的意思 在台灣如果懂的話 一定會有聽過挺挺的那首歌 playplayplay這樣子 我就想說這個頻道要創這個名字 叫一起play 然後第三個 森林雞湯 大家看一下這個照片 再放大一點 為什麼沒有人討論 對我的小心機耶 就是有看到嗎 愛情裡面其實是蛋寶 大家如果這邊 可能不是很清楚 或者是新觀眾 可能不知道 我有一個 算粉絲 可是我不太喜歡叫粉絲 應該叫朋友群的名 OK 叫做蛋寶 為什麼會叫蛋寶勒 就是因為 我的小名叫阿蛋 我那時候就在想要怎麼創一個 跟我小名有關係的 因為是追自己的 想說那我的粉絲群名就 就希望可以跟蛋有關係 那時候一直想要講 最好聽的就是蛋寶啊 所以我就 創了這個名字給他們 所以我的愛心裡面是蛋寶喔 就是跟大家聊天 我就是當作自己的朋友在聊 看一下我上一篇的 就是森林雞湯 如果你們真的有興趣想要跟我一起聊天啊 還是怎麼樣的 關注我的instagram啦 我們隨時會法文問題 下一篇就是蘇生改改 這個logo 很可愛啊 就是帶著行李啊 可能蘇生改改在這近期 其實我有想要走 Judy Judy Malaysia 但是哎呀 這個疫情真的是 快把我憋死了 就沒有辦法繼續蘇生改改 蠻期待蘇生改改再繼續產生 然後最後一個 我很喜歡耶 那時候我就想說 我的恐龍 就是我要套著恐龍這樣子 他就幫我設計了這個 恐龍喵喵叫 大家可以看那個恐龍旁邊有一個喵 這樣子 然後我的簽名 然後還有更精彩的故事 其實我們有在籌備著 之後你們可以留意一下我之後的影片 會講說恐龍喵喵叫的由來 還有一些 他的中心的日香這樣子 所以呢 真的很謝謝 大家也可以多多支持某人日常 他真的是我們最愛的畫家了 會不會太多啊 沒有業配喔 各位 我真的很喜歡他的畫風 大家可以好好支持一下 片頭曲呢 這個是Danny幫我創作的 掌聲給Danny 一不容辭地答應我 幫我創作我的intro 就是有我的感覺 他還有 把那個小心思 放在這邊大家可以聽一下 在結尾的部分有一個 咻 喵 哇我真的想說 Danny你太懂我了吧 把我全部的全部的 就是我整個人 整個放在這首歌裡面了 太強了很厲害 就是這樣啦 其實呢 也沒有什麼多重要的影片 就是很想要跟你們分享 我這個intro的東西 這個intro已經籌備滿久了 只是那時候我們一直 沒什麼拍影片 然後一直經歷一些搬家啊什麼的 然後就拖拖拖拖拖到現在 跟大家面試這樣開心 想要分享這個小作品給大家 然後呢大家也有看到 我這邊身後的一個小角落 這個算是我的me type no me type it's me place 就是我很喜歡這個地方 就是一個很我的感覺 因為之前我覺得 我好想要把一個角落 設計成我想要的talking的地方 但是我覺得一直想來想去 沒有我的感覺 然後我就想說我睡覺前 就會待在這個地方 在這個地方我就會很放鬆 那不如我就把這個地方 當作我talking的地方 所以這個地方就這樣子產生啦 然後其實這個角落呢 就是我平時會查lotion的地方啊 然後也會在這邊弄頭髮之類的 這個房間裡面最喜歡的角落 就在這裡 so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時候有人問 這個是母雞的香薰 就是風氣的分享器 I don't know 好啦這個小小短短的影片 就到這裡啦 我就是之後還會持續的 一直一直發影片 然後大家就多多支持一下 按讚訂閱分享 打開小鈴鐺 掰